2月11日,人馬座,身高180cm,體重158磅 嗜好是射擊和游泳,最喜歡適中型的女性 初戀年齡是19歲,初戀情人的姓名是阿妹 最佳情人指數馬上開始 非常歡迎各位來到我們今晚這個新環節 新包裝和新形象的最佳情人指數的現場 首先請我們這個新環節的第一位嘉賓出場 就是Leon黎明 是,歌迷的大衣宗情人 Leon 殺死人 幸好你沒有電話 大家好 我們分為外在美、內在美、情人知識 和情人必殺技四項來考考我們的嘉賓 我們還很特別分別在內在美和外在美 兩學測試的部分 分別由兩位名家 就是掌上學家陳康泰先生 明理學家蕭振興先生 就在上學中測試一下他們的外在美 以及在測試中看他們的內在美 我們分別介紹一下評判 有十位來自四方八面 首先就是時裝界代表 Alan Ho 美容界代表 阿Ling 和的士司機 鄭先生 大專學生 Bonnie 銀行界代表 Winnie Giang 還有五位即席展出的現場觀眾 Alan 麻煩你了 介紹一下你的好朋友 好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的陣容非常厲害 首先就是 全TVB收視最高的監製梅小青 我們唱片界裡面最高級的經理 Gary 充滿演技實力派的孫瑄 全香港電台收聽到最高的 女主持人淑梅姐 接下來十個世紀都是她當影侯的 張文 現在要叫張老闆 鬆滿愛心的 乾爺,收歌 是,今天更賤人 在座每一位都是明月示範 謝謝,收歌 是的,我們還設了一個 最出位的觀眾獎 說可以得到一千元的現金 請大家到時踴躍發言 是的,為了出位請 希望大家不擇手段 我們今晚為我們打響頭炮的大眾情人 說一下你自己坐上來自在搭乘的感覺 坐上來唯一表示今天所有事情是真誠的 所以就先表達我真誠的臉 首先,我不會這樣坐 我會這樣坐 不要緊,今天大家盡量去玩 我的心靈是有無比的信心 請盡量創傷 不要緊,今天預約了來時會開心 好,詹叔 你自己說一下 你覺得你的外表是多少分 我覺得我自己… 總括來說,在電視機上 我的表現應該是… 平均分都是… 有時60分,有時70分 很謙虛 不過又很難怪自己稱讚自己 真是內在美 那麼,我們首先請我們的相學專家 陳康泰 跟他看看相,你覺得他的外在美 應該值多少分 這個人的眼尾位是很飽滿的 應該是一個… 一個好的情人 而且應該… 不僅僅是一個好的情人 應該是一個好的丈夫 哦… 還有… 她的鼻子是較為長的 還有她的拳高 這裡是持拳 每樣都是畫的女朋友 這樣也不好 還有,這個相是木形的格局 木形的格局 一定要是聲線低沉的 如果聲線高是屬金 也是刻著對方的 應該是… 一個非常高分的情人 哦… 好,謝謝… 好了,我們在美方面 又問問她的朋友 我們問一問 最近榮聲為影業公司老闆的 美女張文 你覺得黎明英不英俊嗎?張文 當然英俊 高大英俊 正是高大英俊 你會不會選她做情人 很漂亮 有一點勉強 是嗎?張文 可能覺得她會否年輕 不夠成熟 情人應該年輕一點 哇… 因為我們認識了很久 五官最漂亮的哪一個部分呢? 鼻子 鼻子最漂亮 熟梅 你覺得 Lion 外在美 純粹說外在美 我看過她剛睡醒的樣子 早上懵懵懵懵懵的樣子 我覺得更迷人 大家應該爭取機會見 是嗎? Gary 我很幸運跟她去游過船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她的軀體 看都看白話 我覺得她滑水 還有玩水上電單車的時候 她的身形很好 很男性 都迷著你嗎? 一點… 真是的 喂,乾爺 乾爺,怎麼看你乾爹呢? 一個少女心中的白馬王子 就像秋哥當年一樣 不要說我了 我現在說黎明 真的,她很可愛 這是事實 誰覺得黎明的外在美 有甚麼批明 高大英俊 對,跟我一樣 還有誰 耳朵方面,還差了一點點 耳朵怎麼爭呢? 覺得她不太貼 耳朵這件事,年輕時多度是兜風 我不知為何越老就會越貼 我那時候呢 對呀,兩隻耳朵這樣 她們說做音樂好 兜風二,請一請清楚吧 如果還沒有人發表意見 就請給分 其他人很參差 對呀,很奇怪 很奇怪 我們有一個是三分的 有一位是八分 四位是九分 四位是九分 其他四位是十分 即是說,在第一項 外在美方面,黎明的特分就是… 87分 不如你多給一分,好像投資88分 好,接著到內在美這方面 可以吧,正常人 不是太好又不是太壞 有好心底的時候 也有不好心底的時候 孫軒 我們拍攝老師早晨 很多學生 他們都是訓練班的人 他不會說 我不理會你們 我不跟你聊天 我是天王 你們其實是錯歌 不要讓他表面騙你 不如問Jerry說吧 對呀 我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很討厭他 我想跟很多人…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他很假 做訪問、說話 好像懶惰真誠 懶惰 很難受 尤其是我的姐姐也很喜歡他 我更加覺得難受 哈哈,原來是合作 不是… 合作… 但後來跟他有機會合作的時候 發覺原來他在電視 或者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只是將自己的真個個性 表露了出來 梅宜,請 我想他自己也不會記得 當時拍《金生無悔》 在台灣外景園回來 晚上給我電話 他要爭取說 其實我們外景園回來 是否可以有車送我們回家 因為我拿了很多行李 他說我男生不要緊 不用送我 送其他演員 或者女生拿著行李 在機場那裡走 他很辛苦 我感覺他很肯為人爭取 好了,問了一個最疼她的 有時候又問問我 還有,見到就真的 每次都對我都很親密 不問候這件事 這件事是看人的 如果我問候你,就不是很高級 那當然是 所以,黎明的內在美 就是內心 我們請到蕭振聲明美學家 和黎明試一試他寫字 因為據說字是最能夠反映到人的內心 情字是視心 因為青字,下面是月字 人家也比較浪漫 她是浪漫的 請各位評判員 現在給你們心目中覺得公平的分數 哇,也很高分 好了,分數出來了 好,分數出來了 就是一位7分 3位9分 3位9分 其他就10分 其他10分 在內在美這裡 獲得94分 哇,這個很厲害 很厲害 好,我們一年是啟了兩項的測試 Leon就接受了內在美、外在美的兩項測試 接下來我們就會考他的情人知識 以及情人必殺技 今天廣告回來,馬上去看看 大家再見